大连初一晚上十点左右 寿风乡一处巷弄有一个妈妈陪着六岁儿子 在自家门前放烟火 结果邻居一看到因为离自己车子很近 他怕被拨骑就上前大声制止 结果双方一言不合抱发口脚扭打在一起 甚至还拿出镰刀要追砍 男子在路中央拿着力气大甩并做事要砍人 身边哭喊声响起男子还是继续吓人 春季期间花连寿风路二段的一处巷弄中 原本一家人开心过节拿出烟火想要释放 没想到却与邻居发生口角大打出手 一名杨姓夫人带着六岁儿子在住家前释放烟火 七十一岁的王姓邻居因为担心炮烛会波及到自家车辆 于是大声制止 双方发生口角男同爷爷听到争吵声连忙出来查看 两人越说越气随即扭打在一起 造成七十岁的杨姓阿公眼球受损 这样还不解气 王姓邻居跑回家拿出大型力气在路上追赶杨姓阿公 不但吓坏小孩就连附近居民都相当害怕连忙报警 警方到场后连忙询问状况并将王姓嫌犯逮捕依法送办 只是大过年的原本喜气的节日却因为烟火失和大打出售 剩下的廉价也只能在牢里度过 记者时力琴亚珠华联报道